好的 欢迎回来 听到了Hero 轮换 拉上了自己的这个首发 是的 最强阵容 上一把的话 可豪跟邱某 确实在表现上 新人嘛 波动能理解 但是也客观来说 确实表现得不够好 那还是有一些这个波动吧 怎么感觉被XYG冲的 都不知道自己那个阵容 到底该怎么打了 而是XYG人家上一局 跟之前也不一样 就是XYG上一局 给你的感觉就是 包括前面我跟肖胆在聊 就秀动一个算量箱冲在最前 包括他的硬的状态 你说这个从一个客观角度上来讲 一定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操作 但是我完全能理解 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你在这种时候 你需要的不是完美 你需要的是疯狂 确实有点crazy 你不疯狂 你就会毁灭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真的趁你还年轻的时候 和生活再拼一次 要么你就成功 要么你注定平庸 就这么简单 双方的第二局 对吧 Hero来到了蓝色方 不住火舞 搬火舞 看红色方 搬不搬沈凤熙了 搬不了 赵怀珍还在上面 得搬 他们自己用掉 赵怀珍 沈凤熙 好 搬了个关羽 凯关那套 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 直接拿 什么事 那这把就看 久之要打多少牌了 有赵怀珍在 但不一定用 对 就是你全用了吧 有点浪费 而且奢侈 看一下对面的阵容再说吧 红叶最多情 义无既相思 是这样 现在就把前排扳掉 就差不多了 现在前排剩的 倒是还是蛮多的了 但是不管哪个 就蒙田这个点 在Hero已经用完之后 其实没有那么高质量的前排英雄 好 他开始搬打也没有搬 搬边路 搬不完 反正蒙田没了 其他的都 勉强 然后孟奇跟进 让宫本武藏很舒服 没有天体 孙斌 蓝灵王 昨天的蓝灵王出了好几次 是的 不客观的说 我是个包 不几配 强切这个孙儿香啊 宫本家刘邦 看一下这局的奥涵 在连了九孔的明星之后 效果怎么样 上一局的双枪 确实给不出答案 看这局的重炮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惊喜 连波 连波 配一个保镖 球精打宫森林 对 就是站在 潇洒讲过很多次 大家听 这个学道手都是活 就看到他上来 就是一个被动加二技能 对 就够了 他自己会回去的 对 他不回去就死了 他要么就回去 要么就回不去了 对 没有多胜利的团队 很快将百毒一用 但这把边线 边带会成为一个问题 就绝对今单打 宫本 都有点吃力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刘邦 不好讲 就这把 看XYG的阵容上 你就能感觉到 他们这把 注定不会跟你 你安然的发育 你上一局的情况 他不能发育 这把真发育不了 不过这把的Hero 一个是把人换回来的 一个点是 阵容的前期强度 摆在这里 拉上来了 就这个阵容前期 开局有可能就会进野区 对 因为五个人都很强 开局的时候 因为上一把 XYG一开局 就给了 蓝金Hero酒精一个惊喜 没错 进了一片野区 这把有菊油精 有明示引 有神梦 其实这三个点 就看XYG这把 能不能保持上一把的状态 其实从阵容的角度 跟这一局 Hero轮换之后 XYG并不一定那么好打 这个阵容你说 单带什么没问题 但前期确实不厉害 前期怎么防 对 但是今天他们确实不一样 就包括刚才 评论期频繁聊到的西合 其实他们这赛季 前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可能 这个 依旧是 有那么多年的经验 但是默契彰显不出来 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 西合作为一个 有所谓的参团率 只有70% 其实联盟中 顶级的游走位 现在包括九库 他的参团率 大概是在85%左右 九库有86.34% 但西合只有70% 林梦作为一个中路 只有73% 而库鞋这个点 作为一个对抗路 只有61.76% 其实对抗路 一般是在80左右 然后秀斗跟九月 是直接拉在了 联盟参团率的倒数 基本在前十字水平线 就是作为一个 在五个人 打这么久的队伍来讲 他们之间的参团率 不应该是这个程度的 就是你的人头总数先不算 你的参团率 但是这一场比赛 看到第一局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参团率 跟他们展现的不一样 上把参团率很高 很高 所以就是他们如何 把这个东西先拉起来 就作为一个 在一起打得很久的队伍 你可以出现任何问题 但你的配合上 一定不能出问题 不能丢了 对不能丢了你这个 最擅长的 力身之本 对 所以他们要靠这点 去跟这局的Hero对抗 因为这局的Hero 究竟阵容并不简单 就看起来单前排 确实薄弱 带线确实不狠 但是他前期怎么跟你打 还觉得XYG也有可能 会把阿里放到中路 跟Hero打一波对抗 看看吧 蓝色方 南京Hero酒精 红色方XYG 目前的XYG 在红色方暂时1比0领先 Hero的客场作战 要赶快把自己的局面优势 抓回来 XYG客场 XYG的客场 Hero的主场作战 要赶紧把自己的分数优势 掰回来 进入比赛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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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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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如果想规避掉一定层面规避掉这个带线压力的问题 他就要前期给XYG足够大的压力 如果他能够把视野包括中期压到河道以外的那个位置的话 他就不用太考虑带线的问题 再把线换回来的意思 东方这把要注意的 这又是一个单前排 他上一局的视野侦察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上把感觉都没比气了 这把他得把这个视野占好了 好 再上香加明星打对线了 9月这个线吃的 为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乌军深入 拉力手回头一剑 但是一血被弓本五脏打倒 回头大招再跟进去 打得非常凶 重伤挂上 刘邦再配合二连击破 为这个位置有点深压的 他是一个人去对面也是想要卡一波公孙林从中往下走 然后打一波状态结果 人呆多了 被反打了状态 然后林梦见机会有了 直接闪现过去利用自己的二技能阵神 给一段空 然后9月收一通 对 这波就是随机应变 你过来打我之后 你自己的状态掉了 我就顺势反打 但这个对 Hill来讲就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菊油精来讲 更不是什么好消息 压制力可能就保持不住了 菊油精这英雄在打比赛的时候 前期如果死超过三次 就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就基本上成保镖了 压过去 切磋一下 两红月 发一遍正常的摆穿 尼尼摆穿 只是换了两个红月 多点光 受到暴击率 看一下东方先下来 打小斗的位置压得很深 下落打到快没蓝了 他现在重心其实刀不算下路 而是这个公本五脏 他现在的发育相对来讲就 两个人头 很健康 对他两个人头 现在打单挑的话 菊油精已经不是对手了 更后患还有个刘邦 对他现在单待起来 这种拿他没办法 只有托米老师 看好了 你对他的了解 他看好了什么 看好了 公本五脏 这一手圆越弯道 确实 他可能觉得菊油精这英雄就不行 他经常会这么觉得 比较武断 人总是会对自己掌握不了的东西 暴雨一些 懂啊 否定的想法 是的 压过去 还是有明示影在 包含这个概念不虚 共本先落 直接开龙 没问题 不会再换 这个点 公本五脏正强着 对 可以打架 下路想打 乌勇二闪 控装 强跟 给黄蟹了 非常果断 保了一波孙上香 我觉得Hero 现在是在场上需要球面的一方 这个局面你看起来 其实是在Hero能接受的 那个控制范围内 但是稳定住 对他们来讲 就叫吃亏 被打出优势 是的 下路的并没有能过来 如果就是稳定到中期的话 其实要看 就是发力点 会暂时转换到XYG这里 因为他没有编带的优势 但如果中期又平稳过渡过去 再过渡到后期 搞出一个神装的搜上香带名示影 那就又不好说了 因为另一边的话 其实XYG这里 其实也是有切后排能力的 但是到底会最后发生什么 那就比团战了 就比团战 那个时候都谁不可控 刘邦传夏侯啊 明星这个点 配合这双上香 转身就反打 因为异星这个大招 框点非常舒服 回头再跟一套 两段厌反拿到人都有点抽象 这波打的确实切掉了所有的枪 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 至于XYG来讲 这招工本并不在 是刘邦传了夏侯顿 两个控制全部都给上 但是输出 跟不上 孤森林从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过来跟了一波输出 对 就他们还是继承了上一局那个感觉 就是果断 需要一个鬼骨头的感觉 难打疯狂 对但是 就克万刚才那波 你等等人会好一点 这两个身份量有点少 第一时间只有一星的大招没留住 差那么一点 如果留在了一星的大招里会很好打 对 就是因为第一时间一星的大放的不算很好 所以孙上香选择了口断反打 然后正好我也在旁边这个究竟伤害也比较高 对 如果XYG的第一波切入像刚刚那种情况 没切好 让孙上香有喘息的机会 那那个团队基本上就是被追了 你第二波其实在想把他切死就很难 比较吃第一波 跟上一把有点像 没错 动手 陪刘邦 买不上来啊 强斩 这一波是有功本在 9月有钱 有优势前面就在他身上 对 就奥韩这个点 包括九库这个点 小心一点 特别是两个人的野区的时候 连波 连波开得非常好 再拍一下两个人起飞 先打一个刘邦 公司尼特别跟收出 一行回拉一下 明神尼奶了一口连波 跑了下来 跑住了红野区 但给不到孙上香 现在XYG很针对孙上香的发育 这个阵容到后面 是个四保一了 这个阵容到后面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后期四保一 要保证孙上香 对 但这几波算上香在团圈里面成为了XYG起火的目标之后 发现黑肉的其他人打的蛮舒服 因为没有人打管别人 究竟现在的经济也又追上来了 跟9月是持平 你也不知道该说黑肉到底是转还是不转 说不转吧其他人都跟上 你说转吧 大和没上 就这样比较均衡了一下 对 五位压在侧面 两buff没反下来 状态压下来了 他们还有个沈梦希 中期团战的力气 还靠着菊佑金的这个 倒是把压之力做得非常足 都是靠反打嘛 对 反打的力气蛮强 其实明示也算是不是 小小的半个反打英雄吧 你一波没打死他们 能给你买上来就反打了 对 然后还有个菊佑金加连坡这两个反打英雄 好 黑肉开始反进一续了 这个红已经是不准备要了 XYG觉得 选择龙 拿完之后黑肉再换龙 现在XYG爆大团 他有点怕什么心 没错 被炸一下有点吃不消 XYG这局已经拿到了两条龙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正常水平 前面的一些平均数据 他们前面的平均数据 一场平均能拿0.91条主宰 和0.27条暴军 现在他们控龙控的挺及时的 4分钟准时准点 换龙换的很到位了 灵魂闪开 很凶啊 就这两局比赛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个强开的次数 已经比之前我感觉 是我觉得这波 加在一起还多 开成的会非常好 因为沈梦希确实是 现在他们打团的一个困扰 巨大的困扰 哎呦伤害太足了 反而孙上香是好处理的点 孙上香是可以让弓本一个人去搞定 对 就现在难处理的是 菊又金跟沈梦希 这两个点 其实现在在团战里 伤害比较劲爆 修斗的威之 被武也蹲了一波 没有打到 造成击杀 九库开始 不断的换自己的提线 没有 还想控下一个红 但是上一卡没推啊 南方视野是没有看到 攻本的位置 攻本是一个绕后位 也可以随时单带 气血 增加续航 红方XYG的视野 现在是不占优势 野区一片黑暗 这个红还是放的 没有人好手 直接想要拿这条伤害龙 位置压得很深啊 卡在了中右侧 而且这个感觉 大家应该都知道彼此在干什么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 但是心照不学 那这样的话 一个主宰 一个暴君 就看Hero要不要选择去 在这个时候发生团家碰撞 但是沈梦希 炸一下太痛了 一心半血了 但是这波留住了孙上香 弄得很好 孙上香的位置找到了 酷鞋直接一闪拍 那这个位置刘邦所能给他大招 攻本五脏接不上啊 这波的团队配合太着急 也太远了 对 Hero非常舒服打的 先是沈梦希炸 炸完之后XYG 因为第一时间林梦框到了孙上香 所以酷鞋极其想跟 但他是一个下猴子 他极其想跟他就是一闪 然后他是跟了之后 刘邦没办法看着他 传他了 就给了个大 那给完大之后 9月的到来后进场的 宫门五脏就没有办法打了 对 所以说 这波团跟刚刚的红buff 也许那波有点像 也是下猴子跟刘邦去切了 他也切不死 只要宫门五脏不在 虽然香存活概率非常高 没错 中方的位置压得很好 留住 这一炸好痛 哦 中方这是出了一个冰霜冲击啊 刚刚触发了一个被动 被控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提供 最大生命是12%的护盾 对 所以他又加了一个控制 更加自己大招的稳定性 来公本 然后直接逼出了闪键 大招锁到了 那没了 那只要有公本在 宫门香就很难跑 对 因为他没有进化 小明对于宫门香的援助 就被公本五脏的大招给克着 是的 大核没了 黑龙得 稍微轻一下 清一下线 等到宫门香复活 但是 九月这个位置是想预约中一塔的站位 来了 放进去动手 一套把沈梦西斩掉 连波 跑出去了 哇他那个站位就是告诉你 我要约你的中路一塔 但是 那个时候的无畏是在收红buff 并没有在左侧有盯法 这一局的 黑龙他其实唯一需要防备的 就是这一手公本五脏 我们前面能够看到 其实 包括异星啊 包括夏侯啊 其实是对黑龙的阵容 有一些打击力度的 但是 不知死 他不造成毁灭性 但是公本五脏是具备 非常强的斩杀线 对 这一刀下去 就直接要了黑龙的老命了 至死量 所以 钉弓本 又来了 又锁到了 马上的站位 前面没人 橘幼金在上漏的一瞬间 又是打了黑龙人不齐 你一个在上带 然后正面三个人 还想往前压 暴含这两把下来 怎么说呢 他没有展现出自己对于这种 危机感 危机存在的这种感觉 很硬 对他觉得有明星牵着他 会很安全 但是对面是公本五脏 公本眼里明星 说实话啥也不是 因为就别的英雄伤害再高 都得防守明星 公本五脏真不用 你要是带个进化 倒是有存活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公本五脏 这把太顺了 就是在 橘幼金在侧面单带的情况下 你正面已经要收缩了 而且沈梦西刚被打掉点 他们就是被持续打掉点 对 总是凑不起 沈梦西掉点的情况下 橘幼金在处理兵线 无谓在处理兵线的话 那奥涵跟九库这两个点 一定是要后撤的 对 就算你再不愿意撤 你也得正面有东方先 把视野给你摸清楚 得连坡在你旁边 你刷牙不能站在一个路前的位置 不能被第一时间都碰到 他是想吃兵线 就是想发育的心情能力 但是危机意识 我觉得得再提升一点 因为从第一把来看 XYG打的这个打团的决心很坚决 对 9月又是一个绕后位 这波有无谓钉 有人钉会好很多 至少不会从侧面或背面 直接被摸到 你不要 你尽量减少自己的这个死亡率 稳下来 你钱总归是会有的 是 活着才能打钱 对 这个位置 被制压得非常深 守株待兔 跑不掉 直接被蹲了相当于 哎呦刘邦二闪往前压 虽然没中 但是很吓人 这波 打不打得无所谓 因为其实攻门也没大了 硬要去追孙上香也没那么好追 这波 是XYG开龙 无谓感觉到了 他是一个人想过去看 但是他是个单前拍阵容 没有人能特应的 连波那里在守着 帮孙上香开视野 整体还有D局 给人有什么感觉 这局脱节 就是反复的脱节 打得不协调了 对 各种层面的脱节 但好消息是他们的重 这里等会儿 这里等会儿 这里有点尾点打圆的意思 看起来在打龙 其实在给公本绕后的机会 进来 配合雷王大招 压了一波的没有指导 看起来在围这条主宰 其实在等你过来想反打的时候 我把武藏来绕 就是用龙 想打你一波猝死他 就是围点打员嘛 对对对 因为他们公本绕后屡事不爽 对 因为第一时间拆不掉 连波的拆火能力还行 但他拿公本这种一秒强切算上香的 他没办法 公本用两段霸体 大招跟一技能 是的 所以他可以用好的话 挡掉连波所带来的空 他甚至还能挡一个菊油精 就比较难处理 其实我觉得孙小香自己 就看起来要不要考虑补个宝贴装 这波秀斗和九月两人绕后 又是找到了一个明师尹 刘邦给大招 这波浅压了一手 没有压掉自己拉出来 但是应该大招框的位置还不错 应该是要撤退了 侧面的无畏进场 想留一手人 底下没留到 再给一个炸弹 被夏侯顿拍了 这波趋势是飞柔的机会 因为公本并没有锁到关键人 锁的是明师尹 开始有所防备了 孙小香这个点是没有补防装的 也要传输出 那这条 暗影暴君 这个位置不好啊 我觉得XYG应该不会吃这种亏了 他们以前吃过了 对 做过解决了 拉到左边 不会给你拼龙的 而且上路的兵线优势太大了 对 9月直接掏了个复活 在身上 这么我怎么 六杀零四一助攻啊 我最近见赛上上很多射手是直接掏复复复夹 因为射手容错力太低了 很容易被顺秒换不出来嘛 但是打野位直接掏个复活甲 不多 确实 穿身上 竟把容错力加到了最高 没错 有刘邦再加上复活甲 这两波都没有切出效果 黑肉已经吃一千长一致了 不能再为前面那么轻松的找到孙小香 孙小香装备已经成型了 就差个破晓 只要他能躲过第一波攻本大招 孙小香就有足够的输出环境 他需要那件叫做天穹的东西 自带一个解控 对 但他不是进化 他解不了后面 他只要解控他能想办法拉开 他交个闪现拉开 拖个五秒 对拖个五秒攻本大招时间一过 也能回上来 他怕的就是拉不开 因为九库这里有盾有黄链子什么的 只要你能拉开还是能保证你的生存 一定程度上 这对于九夜来讲也是挑战的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对 还是换了苍穹 应该是刚刚进场的一波苍穹换复活甲 现在打了足够的钱再换回来 这条龙的抉择 Hero的蓝方视野偏其黑 河道的话暂时是被XY去占打 但是东方这边慢慢挤进来 有个妻子 看那两个人 再绕 比较究极大后啊 这位这看谁去摸这个视野啊 其实无畏去摸都不好摸这种视野 而且他如果摸到这种视野 他会直接被击杀的 对 这两个人爆发太高了 单人绕还好 这种双人绕 无畏的站位必须要跟队友衔接上 就是他在挨打的时候 虽然像也能接上输出才行 就不能彻底的一个人探 漏了 修斗先漏 那就是带线了 给Hero冰线压力 然后开龙 刘邦这个点又再带 他们的这个带线转换 是Hero有点应接不暇的 那这个龙想接吗 哎 想接龙 压进来 算让香往后拉力手 攻门五脏进来了 找到了算让香 算让闪现拉开的距离 刘邦大家也给完了 他们进场 连波拍三个 一星的被动被打出来之后 再找九户的位置 九户残血 但是反生了一枪 反点残了九月 伤害拉得很高 刘邦再控一手 菊又金两端眼反过来 带走了贡孙李 二连击破 切不了了这波 是的 他第一时间闪现拉过的墙 这波九月走不掉了 没办法了 想换也换不了 是的 一波一换三 男精黑肉终于打赢了这波团 注意力 因为全部交在算上相省 交了太多的技能 导致打完第一套之后 没有还手的空间 在技能冷却期的时候 我会反打 这波黑友是把拉扯两个字 刻在了那门 哎 先走过了最危险的一波 然后再反打 不能在一个地方倒三或四回吧 不合理 是的 一星给大先撤出来 没啥威胁没有伤害点 拿个高 掉了 通暴龙马上刷 感觉九月 能赶上 但是现在团战包打 看看这里了 开的没有任何问题 小小小的位置太安全了 因为他一下子卡到了墙边 闪过墙了 一套打残林梦 现在对于秀斗的公司来讲正面真的不好打 还真得一招 他就是一招 他就得像昨天那个决业的公司比较 对 想办法为自己创造出空间 九月这个点要来探了 找位置 看到了刚才 有刘邦 给不给大 给了 反身大招 但这样的话这一波团战已经包打了 因为九月大招叫完之后 孙上枪是无敌的 对 没有人能管孙上枪 Hero其实不用追了 反身开龙就可以 但只有已经残了 这个龙还开不得了 继续逼嘛 就逼位置 还得再组织一波进攻 我觉得修斗是得再疯狂一点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九月在被 Hero众人所防备的情况下 叮防了 叮防的时候 没办法一个人去切 需要公孙黎援助一下 协助他切 下猴也得看情况协助一下 像前面几波一样 去拍 把控制给足了 是的 因为现在奥寒身上 并没有出苍穹 偏穹 其实你只要拍上了 爆发跟上还是有机会秒 你得想办法让这个孙上枪交不出闪 是的 龙坑这种地方的地形也比较复杂 有个闪还是很好用的 对 你别 吴魏跟九月遭遇盯上了 直接反手砍 刘邦给大招 就是处理不了 孙二香就先处理打野 还差一点 但是Hero众人来到把吴魏接走 因为吴魏出了一个天穹 有40%的免伤 加上自己的大招 暂时回不上血嘛 但是他能撑 一波爆发 其实胆子也是蛮大的 他一个人去找 而且他是看到工本真敢追 主动上去追了 其实工本有个刘邦在 他是肯定占不到便宜的 他是看自己身上有复活甲有天穹 可以操作一波 对 而且队友离得比较近 他只有这样才能赶跑对面 又看到了 又盯到了 又盯到了 打一套 前面是吴魏 单防九月盯得非常死 修都被打成了半斜以下 往后拉位置 压过去 但孙二香这个点还在翻回 找到一直找不到 直接被带走 瞬间激活反打一手 林某次没再压一下 修斗的位置 这个位置没人都处理了 谁能管这个公孙黎啊 一闪再拍一手 压过去 九点九库 根本不管别人 现在只剩两个人了 心狠如果死了就守不了 心狠 把拉回来 蹦一下带走了 那上次是有兵线 可以顺势打一波 只剩了一个名士尹啊 这也能秒掉吗 了啦 都盯到了呀 都单防盯到了呀 但是这波公孙黎输出 拉了一半 这波团战 达了51%的伤害 往前压一波位置 直接进到水晶 只剩一个名士尹 是行程不了防御力量的 恭喜 XYG 拿到 赛利 RB0 其实这个局面 扑朔迷离 就前面整体上来讲 前期的Hero 是没有打这么优势的 前期被这个公门武藏 一波起飞了之后 团战只要有公门武藏 在的地方 碎上香就没活路 中期开始XYG 其实有几波团是没打好 因为太着急 但是九月的这个 公门武藏的效果 特别好 太好了 但是进行了太多的注意力了 紧跟着呢 Hero反应过来了 这个点之后 在连续失误了三四调点之后 特别是无畏开始单防了 效果变好 但最后这一波又是离奇的 那公司离了 输出没人管了 好了 听一下评论戏的看法 很精彩的一场博弈啊 怎么看这是吧 对吧 就是首先 先说一下Hero的轮换吧 像这个轮换是蛮明显的 相信也在跟小新在聊 就边线上的一个处理 明显会比上一局好很多 特别是前中期你看 像那个 XYG的那个鞭塔 跳得是特别快的 是的 而且这把又是对抗呢 是一个很肥的 且有一个刘邦保护的工本 对 Hero都能把边线处理得那么好 对 对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其实我觉得在 这个对局当中 嗯 其实双方就是不断的在给 给对方摆难题嘛 就是我 我有一个前期 可能XYG打Hero的一个 红区几波 工本不在正面 对 前面打了一波吧 就是那一波 下后盾进去 然后散拍 嗯 发现工本不在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最无敌的工本 它还在带线 对 所以说你那波 不应该去那么激进 对 然后再到后面 XYG把工本流邦摆在正面 也其实就是一个单个的一个工本 摆在正面 两波把装上枪抓死之后 对 局面又不一样 主要是那波把中塔 那两波掉点之后 把中塔拔了 然后把中塔一拔 你工本绕后就 对 很难盯了 以前只用盯正面 对 我就直接横插马路了 我可能直接从你蓝区 我就从你屁股过来了 是的 对 所以这个局面 其实你会发现是 有几波转折的 其实当然这一场比赛 我就觉得 就XYG他们 就一开始可能 也并没有很想的很明白 就一开始没有带工本的这个点 对 包括就几次强行开 其实开的真的不划算 有一波红区特别明显 一个异星加个夏侯 加个流氓 又要杀对面的连坡 对 就是就如果开到一个 就可能相对来说 没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自己技能全部交完之后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不划算 是的 包括还有波开明示影 对这把伤对于XYG来讲 他们这种选出来的一个画面 就是让这个流氓去抓一个单点的击杀的 然后这局其实hero我觉得在对局上前期是占优势 可能到了中期之后就很拼你对于这套 就双方这种的一个理解去要么B站 要么做一些更多的选择 就是hero就要防止对面的工本切到我的双向 对 然后防守防守我最后是盯到了工本 没想到工本离站出来了 给双向点死了 是 就是包括刚刚我们也说就是你中塔 实际上还是我们说的 中塔一破了之后 你在后面就有一个空间去做一个脚杀了 就像对面有个关羽似的 是的 然后像hero也打过很好的团 你像他们有一波主宰的那个团战 是依靠着暴君的一个蓝buff的一个地形 相当于是给孙上香支了一个屏障 对 然后又加上连坡的一个拆火 所以他们那一波打赢 对 两边就是各有各自的赢点 像XYG他们就是突出一个单点的击杀 尤其在后面所有的枪口都是直准到孙上香 而对于hero来讲怎么能防止孙上香在第一波 拉出第一波大招的激活他就能赢了 但最后那一波复活甲是倒在激活里面了 那这个复活站起来还是要死的 本军MVP给到了秀斗公孙李 因为最后一波团战实在是太关键了 因为在就刚刚那种局势下 其实你还是很难做出判断 其实我看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 我看到五位已经把公本给盯住了 我觉得那波团必赢了 因为公本被迫大招锁给了五位 侧面就那个双枪输出环境应该会好很多 但是没想到公本李挡得出来 给他点死了 我当时都蒙了 相当于是公本处理掉了 来盯公孙李的五位 让公孙李去发挥了 这一波已经给他盯住了 然后这个时候阿里双枪的位置出现波团给阿里导到了 然后复活甲倒的位置是倒在集火中央了 这个是救不起来的 对 其实本身就Hero摆出的这个站位 就是想等你来 然后我做一个尝试 因为菊佑金他是在一个后置 就很靠后的一个等你过来 我知道你公本要绕后 摸龙再逼了 当时摸龙已经摸到了五岸 然后9月忍不住了 说我必须这波冲过去了 然后Wear刚好盯到了 我认为团战已经赢了 但没想到 这波如果是一波单绕后 Hero就赢了 但是无奈是一波双绕后 其实这样的苗头在上路有一波 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想要出现过一次 你是贡孙丽佳这个公本 贡孙丽佳公本蹲在那个上面 蹲了很久 蹲了特别久 还是在 还是想一图主宰坑的一个团战 上次没包住 这次从下面走 对 目前这个局面XYG 已经来到了2分 怎么预测后面的走向 就是实际上对于XYG来讲 跟我觉得他们跟昨天的Hero 是有一点像的 就是这两支队伍在前面成绩不好的时候 都摸到了自己的 目前来讲取胜的方式 然后对于AG来讲 他们是做了一个保大赦的一个尝试 然后也是连续临下了两场比赛 然后对于XYG来讲 他们现在打的就是小规模的击杀 小规模的combo 然后我们来打手法 也是说白了上一场虽然没有赢 但是也打满了 获得了自己手胜 而这一场是凭借着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构架 你像第一盘第二盘都是这样的 对的 然后打到了一个赛点 对我就跟你打算 是 那么后面的局面的判断 你觉得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今天摆在Hero的面 就摆在Hero的问题很明显 今天XYG就是去抓你的失误 然后去跟你打小规模的手法的团战 那么Hero更多的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我要顶住 只要能顶住 以奥韩的个人实力 后期终结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 但本局是有一个人员轮换 是铃铛换奥韩 这个点的话 还是说两个射手打到现在 我们看铃铛的比赛也好 奥韩的比赛也好 两个选手都是非常出众的选手 所以这样的一个轮换 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一个轮换 但是选手这时候就是你要抓住 你一切可以上场的机会证明自己 对有一说一 其实还要说几点吧 就是孙上香其实在上局 我觉得就是包括最后一波 我觉得有三波 走位相对来说不够那么紧选 太激进了吧 因为在明知道对方是一个工本加刘邦的 一个体系的情况下 你就算是只有精力都很难单 都单挑不过这两个人 你跟孙上香带个明星 还是要做很多的一个规避 两波当中有一波就是丢掉中塔 对 然后包括最后一波 其实有很多地形的选择 因为他们是个回撤的路线 其实他可以往蓝阪那边去撤的 对其实有更多更好的路线 我觉得这样一个轮换 也有这部分一定的原因吧 当然就像老朱所说 就铃铛这名选手 其实给到我们的印象也很深刻 首先有一点 就在BP上面就有一定的测重点 特别是这个选手的首约 是 很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当然就 Hero之前老常规打首约的那套 是用掉了 就蒙田桑齐家露娜 当然也要看折身 要如何利用这个点 去来扭转目前的乾坤 因为XYG 其实这两把拿下来之后 势期是真的很好 很甚的一个势期 因为说白了他们现在应该是 这赛季已经拿了四个小局了 他们拿下四个小局 都是基本上以同样的BP模式去做的 对 那也就是选手现在心里就很有自信 就我拿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阵容 这样的 我知道怎么去玩 而且我 稍微腻一点点了 我也有机会去搬回来 是的 就当他们拿到这种构架 他们会很自信 在手法上也会越打越自信 是的 而且其实在上一局 上个局间老朱有提到那个关于凯 哲生也发现了 就直接给你拆掉了一个关于 因为蒙田自己用了 你这关于凯是受不了的 对 所以这 还有露娜已经没了 对这个点也是我觉得 哲生在后续需要去考虑的地方了 那其实Hero 现在我觉得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相对来说有些严峻 不过好消息也是在于 无畏的大野盒没出 因为第一局露娜 包括第二局的一个菊友金 都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大野盒 对包括将近这个英雄 无畏玩得特别厉害 对 我觉得这回会不会是后面的一个关键点 最近就是我觉得最近的比赛 无畏的发挥是非常好的 尤其他在大野盒 他也是绕后的表现很夸张 那个竞争的夸张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觉得换到铃铛上了之后 有可能啊 我觉得可能给铃铛的资源会稍微少一点 反而去打上半途的可能性会高一点 因为澳航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场黑洋轮的比赛 澳湾上来 其实基本上就是玩的就是搭着 是 回到澳湾去做的体系 但是铃铛上来可能就是我更多的要往上面去 对的 好那么一通期待 可能上斗鱼998看KPL春季赛手机等实物周边 游戏皮肤无限拿 更有赛事社区精彩节目独家玩法精彩斗鱼直播 来虎牙看KPL 累计前到14天游戏皮肤 选手签名照等官赛好礼等你来拿 重庆狼队广州TDG等战队粉丝 上虎牙锁定选手直播 精彩不容错过 比赛马上开始